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跑掃描 可以要或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美國大選進入關鍵倒數68天 那川普接受訪談 他說上帝救了我 我可以拯救世界 同時呢這個9月10號呢 也確定川赫兩人準備進行辯論 但是華爾街日報開槍了 事實上美國主流的媒體跟傳統的媒體 幾乎都是挺民主黨跟自由派的 但是華爾街日報現在開槍質疑的賀錦麗 到底能否升任美國總統的重責大任 因為美國總統確實要處理的 國際外交軍事的局勢相當的複雜 包含了俄烏的局勢 也包含了西太平洋的局勢 今天這個時間點蘇宁文訪問中國之後呢 國際媒體追蹤傳出來 拜習近日可能通話 那勝貨大選過後 拜登跟習近平也有可能再會 好 各界高度關注美中關係變化的同時 美軍印太司令是直接宣示 美軍也可以保護菲律拼的船隻 而這一回合呢 金融市場的指標在回答 回答盤後的財報呢 事實上造成了盤後股價下挫 逼近7個百分點 這一回合的AI行情 是不是真的告一段落 後續會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彭夏大哥 大家好 再是賴宇宙老師 大家好 再是朱月忠 大家好 再是吳坤裕 大家好 再是黃創夏 大家好 再是吳明杰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喔 這個倒數68天 那川普真的每天造勢活動很多 特別是包含了政策跟訪談 不過這一回合他仍然吹票 他說上帝救了我 我可以拯救世界 好 創夏 這個川普覺得上帝救了他 他可以拯救全世界 他是天選之人 選舉到了最後六十幾天的時候 就進入一個重要的新的階段 而這個階段叫做吹票 而這個吹票已經不完全只是爭取支持度了 而是讓我的選民 讓支持我的選民 相信我會贏 相信我該贏 相信對方一定是壞蛋 然後這樣子才給我把票吹出來 所以看到川普呢 那一天他中了槍的時候 他除了講了fight fight fight之後 他之後就講說是上帝 是上帝 他這時候再講的話 是上帝救了我 那上帝為什麼要救我呢 是因為上帝認為我該贏 因為只有上帝的天選之人 所以才可以拯救美國 所以川普現在是已經開始往 氣勢吹票這個方向在走了 而在氣勢吹票的過程中呢 他也要講出來 對方太糟糕了 那對方糟糕除了政策很糟或什麼 對方呢是失職的 為什麼他會中到那顆子彈 川普認為說拜登和赫錦麗都應該要負責任 因為他們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裡面 一直把川普視為是他們的敵人 然後沒有保護川普 還用司法部來對付他 因為拜登和賀錦麗的態度 讓司法部讓那些特型人員覺得川普的人身安全不夠重要 所以那天的特型的表現才不夠積極 所以他認為這個拜登和賀錦麗還是該負責任的 然後在這裡面呢他整個往前推的時候呢 川普呢其實從上次選舉到現在為止 主流媒體對他都是不友善的 所以他先前先去開炮 炮轟了CNN 然後9月10號的時候 目前呢是ABC要可能會主辦出電視辯論 他和賀錦麗的 那川普先炮轟的是說 整個ABC呢就在袒護賀錦麗 袒護民主黨 對於那個辯論的規則 人們在小超扯了很久 然後現在呢 目前還是大概這些規則已經聽了 他開始懷疑的是賀錦麗跟ABC的高層 其實是好朋友 那會不會 其實等到辯論的時候 整個ABC的高層會偷偷泄題 對他不公平 他其實是川普不是怕人家會泄題 他在告訴的就是賀錦麗 你要靠人家幫助 賀錦麗你要靠小超 他其實又往這邊再往賀錦麗再打了下去 然後呢 另外一個我要贏的狀況是什麼 對方的人都跑來我這邊了 所以小蘿蔔甘乃迪 已經靠到他這邊來了 然後現在呢 他又把以前民主黨曾經也要想參加總統大選的加巴德 又宣布民主黨的重要的人物 願意加入他將來得勝選之後的政權交接團隊 那其實就是挖對方的長角 製造自己的氣勢 但是這些氣勢都是高層的 你要讓選民覺得說 我跟川普站在一起 川普就在我身邊 所以川普現在又推出了川普的NFT 川普小卡4.0 然後看這些就是川普多麼英勇啊 川普就像美國隊長 川普騎著那個哈雷西機車多麼帥啊 各種的狀況 這個川普小卡不斷的出來 川普我穿好棒棒 我穿好尾棒 我是天選之人 可是川普這裡面呢 還有很多美感的 最便宜的一張呢是99美元 然後99美元是大家那個支持者趕快來買 大概3000多塊 你支持川普就出一點錢 出的覺得他們這些川普迷 川迷絕對出的比那個草迷 跟心甘情願 然後再過來呢 川普還有分等級 然後再過來的呢 還有75張限量版 這75張限量版一張是23萬美元 23萬台幣 23萬台幣呢 這裡面這75張呢 可以跟到海湖莊園 跟川普參加川普的酒會 然後呢 還可以呢 去川普那個酒會裡面 最高最高 一張是79萬千台幣 然後79萬千台幣 可以跟川普共進晚餐 然後共進晚餐 參加基尾酒會 還可以拿到一兩個 川普用過 川普身上用過的川普小物 所以整個川普現在的氣勢 就往前衝 不管是高層的 或整個基層的 全部動員起來 這個小卡目前很搶手 大家都拼命在搶 那這是川普的狀況 那賀錦麗呢 賀錦麗現在麻煩 越來越多了 為什麼越來越多呢 現在呢 主流媒體開始炮轟賀錦麗 而沒有想到 華爾街日報 炮轟之重 是直接用社論 抨擊賀錦麗 懷疑賀錦麗 你可能 無法升任總統 為什麼無法升任總統呢 你的政治判斷 都是大有問題 因為8月26號 是當時阿富汗 科布爾機場 被恐攻 三週年的日子 那賀錦麗 有去了現場 其實 整個撤軍阿富汗 造成這麼大的問題 在美國內部 是對拜登當時是很大的責爛的 對美國來講是 美國的領導力 是受到很大傷害的 然後尤其是恐攻 又有美國人受傷 就賀錦麗到那邊 發言空洞 你像選總統的 你家要處理這些事情的 發言空洞 沒有檢討當時撤軍的混亂 撤軍的一個情報上的一個安排 然後呢 還要講說 這是拜登人生 最勇敢 最正義的一個行為 然後整個華爾街日報 就問說難道你不知道 整個阿富汗撤軍 在對美國來講 造成的心理上的重創 還有對拜登的一個重創嗎 然後就問了一個問題了 你賀錦麗當時 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CTIA訓論 戰情勢裡面 你是副總統 你也在現場 當時的所有情資 所有的資訊 所有的狀況 你能不能了解 你應該是了解的 結果你就完全不知道 當時是這樣一個 對美國來講是一個挫斑 你在這個時候 你已經要選總統了 你還要去擁抱失敗 你的政治判斷力有問題 你的齁齁做事是騙人的 所以連華爾街日報 都直接這樣炮轟他了 而紐約時報更直接點了 沒有錯 整個拜登退了 賀錦麗現在整個上來了 可是在上來裡面 他特別講說 這個東西不是你賀錦麗的功勞 因為確確實實 很多人擔心川普 然後整個民族 早在拜登的那個時代裡面 拜登的狀況裡面 讓他們覺得沮喪 所以賀錦麗出來之後 一個新的一個有希望的氣氛 集結起來 但是那一個是環境 不是你個人 你個人的條件夠嗎 你真的能夠現在進入了 最後六十幾天了 真正的時候選舉的立峰期 即將起來 然後你呢 只能夠面對的是 對你候選人真正的檢驗 對你候選人真正的批評 然後那些主流媒體 最後自由媒體派媒體 也會對你做一些抨擊 你能夠知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 選民知道你要幹嘛嘛 CBS講說到目前為止 就64%的人認為說 我大概知道賀錦麗要幹嘛 但是不明確 所以紐約時報講說 這才是你的真正問題 後面碰上來 你會很麻煩 那現在賀錦麗 當然你可以講 也不是接受專訪 也沒有什麼狀況 他終於要接受專訪了 是CNN 但是會不會是個災難 尤其是哪個災難 美國媒體都在問一個問題 美國現在最核心的問題 對眾關係 那對眾關係 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的華思的態度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當選了 你對眾關係的團隊 和人才在哪裡 這一回合確實對眾關係 尤其是一個高度矚目的焦點 因為這個時間點 蘇利文訪問了中國 而媒體傳出來 拜習可能在通話 賴老師剛看到的是 蘇利文的公開談話 不過這個時間點 事實上在美國內部 大選打得如火如土 對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 很多人他就要問說 在這個時候 明明這是一個 不可能會再繼續連任的總統 然後他這時候所做的 外交的這個作為 到底外面會不會買單 因為基本上大家會認為 這是一個搏壓的總統 但是比較有趣就是說 這一次蘇利文 就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他到中國去 這行程他實際上待了很久 他有三天 然後這三天裡面 除了剛才看到這個畫面裡面 他跟外交部部長王毅 他有個見面之外 另外今天也傳出來說 他跟那個軍委會副主席 張又俠 他也在見面 過去來講 其實國家安全顧問 跟這個軍委會的副主席見面 幾乎這是前那個沒有聽過的這個事情 對 所以說現在來講 就是蘇利文這次在中國 那有人在繼續懷疑說 那會不會 他就跟在最後一天要離開的時候 會不會去跟習近平見到面 就有這種懷疑 那不管怎樣 我覺得這邊其實講到幾點 因為剛才之前 有關於這美國國內的選情的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 就是說實際上在那個川普和那個賀錦尼他們之間的競選的過程裡面 目前看起來是這個民主黨他的這個選舉人票比較確定他大概有226張 那那個共和黨就川普那邊大概219張 剩下93張就是包括在這個密西根 威斯康辛 賓州 然後亞利桑那 喬治亞 那那個內華達州以及這個北卡 這個加起來93張的算是爭奪的一個選戰的部分 那如果說以目前的這個優勢來看 似乎就是民主黨他在密西根 他在威斯康辛 在賓州以及內華達州 還有在這個亞利桑那州 這邊他的這個優勢大概這93張裡面已經拿到快 已經拿到將近了那個快60張的那個選票 那如果這樣的話加上原來226張 如果現在來投票的話 感覺民主黨贏的機會會比較大 所以說這是現在所看到的一個情形 那當然其實在這裡面每個國家在這邊都會看 因為基本上會看說到底你會不會當選的了嘛 然後來決定說我要跟你見面成績 所以假設如果明天習近平真的跟這個蘇利文見面了 會不會是他也判斷說這個民主黨他當選的可能性會稍微大一點 所以說他就更願意來花時間見面等等 這也是一個要去值得觀察的部分 但回過頭來就是說這是蘇利文和那個王毅他的這個見面啊 如果說你看他們各自發布的這個新聞稿來講 白宮他有發布叫Readout 然後呢王毅在外交部那邊有發布中國的那個稿件 實際上你看了一下以後就看到說第一個中國那邊所發布的這個 他講王毅同美國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 舉行戰略溝通的這個稿子裡面 他大概有五分之四在講王毅說什麼王毅說什麼王毅說什麼 然後在最後一點他講說雙方之間就什麼東西在談 所以可以看到是中方他強調的是他自己的主張是什麼 感覺有點像王毅他要向習近平表示說 我沒有辜負你的期待 我在那邊堅守中國的立場 那另外一方面那蘇利文他講的確實說 我們討論什麼東西 我們在這個哪些議題上面有一些這個討論 那以及美國在某些議題上面什麼樣的立場 那所以雙方之間你可以看到中間的差異實際上是有相當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說中國當然每次他在這個 有關於和美國之間的這個討論各自發的稿子裡面 在台灣議題上面中國都會自己加料 那在這邊那個中國說沙利文表示啊 那個美方堅持一個中國真的不支持台灣獨立 不支持兩個中國不支持一中一台 美觀中國將長久在這西洋革命共存 美國政策目標就是要找到讓美中英可持續發展的方法 這是中國說那個蘇利文這樣講的 可是如果說你看美國的reader他怎麼說 他就講說那個Mr. Sullivan 他強調這個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非常重要 然後他還講到說他對於這個中國 他對於俄羅斯的這個資源 以及他在這個菲律賓的這個靠近菲律賓海洋事務上面的一個非法的一個行為 他反而非常關鍵 這些沒有在中國的新聞稿上面有任何出現過一次 那反而就是說可以看到雙方之間的差異相很大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說中國自己把他東西塞在這個蘇利文的嘴巴裡面 但是白宮透過這方式來表示說不是這個樣子 那特別剛好在之前那個也有所謂金融時報講說 好像是說這個美國的白宮他對於賴總統他有一些憂慮 那金融時報這樣報導嘛 結果沒有想到那這個報一出來第二天 馬上白宮發言就出來特別針對政經來成金嘛 所以說現在來看起來就是說 美國和中國特別在台灣議題上面 這邊這個分歧是很明確的 那回過頭來這邊看到下面一個問題就是說 好 因為在講到賀錦麗他中國的那個政策會是誰 那麼那個他說賀錦麗他自己本身有個國家安全顧問 Philip Gordon基本上是歐洲專家 然後現在下面一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啊如果說那個因為美中關係 現在是美國最關注要是處理的問題 如果說賀錦麗自己本身 他最親切國家安全顧問是處理的是歐洲 那中國的政策他會找誰 那目前大家的估計是說 好 那個很有可能目前的這個國務卿 等等那也因此在這邊蘇利文他這次在中國的一個那個行程 會變成大家會在關注 如果說他代表的是未來可能會變成賀錦麗他的這個中國政策 很重要的一個人 那麼那現在跟那見面這邊設定未來的議程 這部分就會變大觀察的焦點 好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賀錦麗的政治資歷並沒有這種 全國大格局或者國際格局的班底 就簡單講賀錦麗要不要用歐巴馬的班底 拜登的班底 希拉蕊的班底 然後現在的布林肯 蘇利文這些人其實是老民主黨班底 對就是說像布林肯現在是國務卿 可是我記得他先前的外交之力 當然他也是出身歐洲 對 但是他先前的外交之力 他事實上也是希拉蕊歐巴馬的手下 那蘇利文也是 蘇利文最有名的案例就是他跟希拉蕊的電子郵件當中 對 台灣 他提及的要不要把台灣賣掉 確實當然當年的時空環境跟如今 美軍的美中環境地球的環境不一樣 那地球上還有一個很大的環境不一樣 是現在美軍成天盯著中國看 郭宇 儘管媒體傳出來拜習近日可能通話 可是美軍印太司令是說要保衛菲律賓的船 對 這個就是拜登政府的兩手策略 就是我一手彈劾我盡量保持一個穩定 另外一手我一手硬一手軟 然後我硬的這一方面我還是照樣走 那這一部分就由誰來做呢 就是由美軍 叫帕帕羅 帕帕羅是最近在菲律賓參加一個論壇 那麼他就藉著這個論壇的機會呢 他就表示說 非常明確的表態 因為前幾個月 這個美軍曾經有放出一個消息 說美軍可能 按照這個美菲的共同防禦條約呢 可能會去支援這個菲律賓 他對於這些船艦的外島 這些爭議島嶼的一些運捕任務 那如果美軍支援的話 他可能就要跟中共會產生衝突啊 會變成美軍的船艦就在海上就直接打起來了呢 然後所以菲律賓很謹慎 所以都模模糊糊說啊 現在我們還是用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做到 那但是帕帕羅這一次去的時候 是怕美軍的印太司令 親自公開的講 而且講了不止一次 被人家問了還在講 那他說 如果那這個 這個菲律賓呢 那他們的船艦 那受到了這個攻擊 或是不當的騷擾的時候 美軍是可以護航的 依照還解釋說 依照美菲的共同防禦條約 我載一艘船 我保護一艘船 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那沒有錯啊 那本來就是我們要該防禦的東西啊 好 那麼菲律賓的那個國防部長 原來一直說 我們自己就可以處理 那但是呢 現在也放軟了 他說 我們雖然我們原則 還是我覺得我們這些事情 我們自己可以處理 但是如果不能處理的時候 我們也會尋求資源 好那但是這個資源呢 也不見得就是尋求美國 但是我會尋求周邊國家共同合作 而且這個國防部長其實後來講話也很硬氣啊 那講了一大堆然後他說最主要兩個點 那最主要一個點是什麼呢 他說中國其實就是東盟地區和平最大的破壞者 他根本就不守法律 他其實那個意思是說他類似強盜 他說他解釋了說像南海地區的這些爭議 好我們那個都提交國際法庭了 國際法庭裁決都已經下來了 中國就不承認這個 那國際法庭的殘決 他才是不守法律的那個 那個那個最大的破壞者 所以我們就要去跟他對抗 那麼同時在這個時候呢 發生就菲律賓為什麼最近這個火氣那麼大呢 因為在這一個月以來 好那大概 對大概一個月以來 他發生了大概比較大型的衝突 就已經六七次了 好中非之間 然後呢 他菲律賓又去統計20號 8月20號到26號 那總共在這個南海地區 菲律賓周邊活動的 那有的中國船隻 有127艘的 那個民兵船 那然後18艘的 那個海軍 船艦 16艘的海警船 還有兩艘科研船 加起來差不多有160多艘船隻 那經常性的在南海這邊活動 那以菲律賓的海軍力量 是沒有辦法抵擋這件事情 所以 那像美國球員 像周邊球員 那是必要的 而且其實這個事情已經在做 只是沒有台面化 比如說菲律賓最近去掀兵礁 那最近一次是在掀兵礁 老共派了30條船 那40條船出來 那圍他 那菲律賓派出來了船 那派出去運捕的船 他其實是日本造的 那菲律賓在陸上部署的飛彈 新的飛彈布拉姆斯 那個是印度造的 所以菲律賓在跟其他周邊國家的聯合上面 他其實已經在做準備 同樣的準備呢 那其實暗中也在進行 就是說美國其實也在派他的海警 來訪問台灣 跟台灣海巡 來尋求合作或是交流 其實日本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好那我們看到美軍印太司令 表太挺菲律賓的同時 俄物的戰場也還在變化 好明傑剛剛看到的是烏克蘭的無人機 轟炸了俄羅斯的油庫 這一回合的大反攻 無人機扮演很重要的關鍵 對烏克蘭逆襲 這個庫斯科州之後 那你看他持續在用無人機 在攻擊俄羅斯各州 那這些包含油庫 彈庫 其實連俄羅斯的機場 先前微信照片都曝光 那剛剛看到這一個是 他靠南面這個地方 羅斯托夫的這個油庫 其實已經燒了十天都還滅不了火 二十七個油槽 那第二個油庫也被打 那現在更傳出說連遠在 其實比墨斯科離烏克蘭還要遠 有一個叫基洛夫州 其實離喀山比較近 一千五百公里的這一個油庫 那他州長都出來講說 遭到烏克蘭的無人機襲擊 那代表烏克蘭無人機 這個航程居然可以超過一千五百公里 那這的確讓外界相當意外 那持續用無人機攻擊 我覺得幾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說 地面的攻勢當然會一定程度 那這一個遭到一定的 這個阻礙的情況之下 那必須透過無人機 持續的這個騷擾 那襲擊來維持他的這個攻勢 第二個當然打這油庫彈庫 就是要斷這個俄羅斯 後續的這個補給 那更重要的是政治上 還要讓俄羅斯造成一個遍地 烽火遍地點火 這樣的一個效應 讓各州 這俄羅斯的本土都感受到戰火的威脅 那先前等於說逆襲 庫斯克這個地方 讓普丁顏面掃地 那除了後來8月26、27 連續兩天的空襲之外 那你看現在俄羅斯外長 這個拉夫羅夫 又跳出來畫紅線 那這一次他嗆的更大聲 他講說西方如果同意 烏克蘭用軍員的長程飛彈 去攻擊俄羅斯的話 就是在玩火 而且他講說第三次世界大戰 就會因為這樣爆發 那更重要他是講說 這個戰火不會侷限在歐洲 其實這言下之一 有似乎連美國都在威脅範圍 意思說這個戰爭不會侷限在歐洲 難道就會波及直接到美國 那這個地方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從開戰以來 其實有烏克蘭媒體 大大小小統計 包含像這個普丁也好 或者俄羅斯高官 那嗆說要動用核武 或者是畫這個紅線 已經高達39次 加上這一次已經多達40次 而且這一次主要鎖定對象 就是擔心美國這個放鬆的武器限制 讓烏克蘭使用長程飛彈 包含像這ATSMS 或者是像Infa資源的暴風引重空射 長程的巡弋飛彈 那這些動作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俄羅斯到底是有多怕美國武器 現在如果擔心他進一步鬆綁武器 可以襲擊到俄羅斯 那擔心這場戰 確實俄羅斯會打不下去 那美國都還沒有派拼的情況之下 而且我們觀察 美國軍援這烏克蘭其實 他真正的殺手劍那些長程武器 中長程武器都還沒有出手 你看連戰斧也沒有這個 資源給他 也沒有給他這個JASSM 甚至這種真程型ER 那更不要講說 都還沒有講說 核武這兩個字 俄羅斯我認為已經非常的擔憂 美國武器 那所以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這個澤倫在這個時候 提出誰的勝利計畫 準備向這個拜登來成交 因為他就是要證明說 拿下庫斯科就是代表 俄羅斯這些紅線是不存在的 你提了幾十次都沒有用 那這個部分 他先前講說俄羅斯的紅線 早就已經崩潰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鬆綁 就是說他要求 這個美方鬆綁這些限制 主要目的就是要證明說 以戰止戰是可行的 那更不要講 這些無人機持續攻擊 耗損量非常大 那哲倫出來講到說 未來烏克蘭每年 至少可以製造200萬架的無人機 這當然中間包含比較小型的 FPV這些小型的無人機 中大型的無人機 當然數量會不是那麼多 因為成本相對比較高 因為這兩天 他對外公開證實這一型 我們先講叫原面包的無人機 那算是比較中大型的無人機 那他的航程700也好 1800也好 他採用這個噴射渦輪 所以造價當然比較高 那這個烏克蘭媒體曝光說 他工程師講說 他成本不到100萬美元 其實100萬美元不便宜 如果以這個無人機來講 無人機相對應該是低成本 那他就相對來說 應該是比較接近巡衣飛彈 你看他造型 他比戰斧來講其實不是畫面上這一型 他另外一型 那其實等於說他的機翼要比這個彈翼 要比譬如說戰斧巡衣飛彈來的稍微大一點 他的好處是說可以增加他的滯空時間 航程可以延長 那他的這個發射也比較特殊 他是用起飛的方式 不是像一般的巡衣飛彈 是用這個火箭推進 直接發射 那當然好處是說 巡航範圍比較大 上面如果有帶這個雷達或紅外線 巡標器來講 打的就會更為精準 那這個部分其實還有包含 很像他們這兩天公開說他們自製成功 試射這個彈道飛彈 這型彈道飛彈到底是哪一型 現在沒有曝光 外界傳聞 譬如說有一型叫HRIM-2型 那他射程可能可以到500公里 因為相較於 烏克蘭先前他擁有就前蘇聯時代 這一個有一型叫Torchica-U 射程大概只有100公里 等於說彈道飛彈襲擊範圍也往外推升 那這些動作都在代表什麼 都在告訴美國說 我有能力可以襲擊到俄羅斯 你這個限制我這武器的使用 其實毫無意義你應該要鬆綁 這是他最後最終的目的 那當然俄羅斯這兩天 8月2627他空襲這一個烏克蘭 一個是報復 第二個當然是要掩飾說 他地面兵力還來不及回防 那現在烏克蘭情報說 俄軍確實已經掉落 3萬地面兵力準備回防庫斯科這個地方 那美國的CIA副局長 那也談到說 因為烏克蘭已經在庫斯科這個地方 佔領1000公里的平方公里 這樣的一個地方做防禦的這一個公式 那所以俄羅斯如果要反攻 絕對會陷入苦戰 那當然我們觀察這兩年半以來 俄羅斯這些不管無人機也好 或者是各式這一個導引的彈藥 譬如說我們講到說 可能已經超過1萬枚 都還打不垮這烏克蘭的抗敵意志 反過來你看現在 那烏克蘭反攻這一個俄羅斯的本土 其實這一個部分正會發揮 我所謂這個以戰止戰的效果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的社會平民百姓 沒有預期戰火會燒到家裡來 那會不會接下來動搖到 這個普丁政權 那當然也是各界觀察的重點 好那俄羅斯的戰爭還在變化的 同時呢 AI的指標龍頭老大NVIDIA 事實上在美國盤後盤公布了財報 盤後的股價事實上下跌了 將近七個百分點 我們看黃仁勳接受了 伯恩伯的專訪 好 越宗剛看到黃仁勳專訪的片段 那金融市場就看NVIDIA股價 沒有錯 其實昨天的如果從盤後的盤 這個財報來看的話呢 當然揮導的表現是非常非常亮眼 可是為什麼這個盤後的股價 卻依然是重挫 那其實第一個大家關注的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影片的 就是Blackware架構的晶片到底什麼時候要發行 但是你從剛剛的影片裡面 你可以發現黃仁勳從頭到尾都有點 我不客氣的講就有點在repeat 同樣的事情就是我們第四季要發行 第四季會說又幾十億美金的收入等等 可是問題是他其實就是delay了嘛 這是大家關鍵的事情嘛 那事實上他在這次財報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的分析師問到這一點 要他詳細去說明 但是黃仁勳全部是拒絕回答的 那你越不講大家就越懷疑嘛 那事實上現在傳言就是他在光照的設計 其實出了問題喔 而且是這個問題還是台積電幫他發現的 所以說呢整個這個 這個上市的時間就整個delay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股價會大跌 另外一個原因是 第二季的財報其實都很亮眼 但是第三季的財測就不好了 因為本來大家覺得你第三季會上市 沒有現在delay到第四季 所以第三季當然就不好了嘛 那所以這個是整個問題的關鍵所在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第二季呢這個揮答的財報 真的是還是超過市場的預期喔 就營收來說呢 市場預期是288.6億 結果出來是超過300億喔 成長了122% 那毛利率的 這原本就在市場的預估就會下來 因為第一季毛利率實在高的可怕 78.48 所以第二季只剩75.1% 那在黃金鑫的財報裡面 其實也有提到說 其實就是Blackwell的關係嘛 因為他要在研發上出了一些問題 然後要有高成本 當然他沒有說出問題啊 但是他說這個增加他的成本 所以導致毛利下降 那再來就是EPS的部分 市場估64美分 實際出來67美分 也都比市場預測來的高好 那問題就出在第三季的財測 市場原本是估319億 高標是325億 但是出來也正好325億 也就是說你沒有驚喜 那毛利的部分呢 財測是75% 正負0.5% 那市場的預估是75.5% 也就是正好一樣 你也沒有超標嘛 這樣聽起來不是應該OK嗎 雖然說沒有超標 那至少我都達到高標了嘛 因為昨天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美超委的財報 美超委已經宣佈說 哎呀我暫時講不出財報來 因為呢他被非常知名的 這個做空機構新登堡指說 你的財報是有問題的 所以呢 不管你有沒有問題 光財報延後講出 我說講不出來 這絕對就是大問題嗎 不管你背後是不是 只是單純的會計有瑕疵 或者是大家之一的 你根本是做假帳 因為美超委這件事 他這樣的事情 這一次已經是第三次 2018年他也曾經發生過 延交財報 結果那時候是被勒令暫停交易 整整經過兩年才又再回復交易 但是他2020年又再一次 又被抓到有問題 所以那時候被罰了1750萬美金 這一次等於是第三次了 所以你看到昨天美超委 收盤的時候大跌了19% 盤後又繼續跌了5% 所以大家想 你美超委是 揮達的伺服器的第一大工藝商 那你有問題 那大家當然會聯想 那會不會揮達實際上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呢揮達多少 可能受到這個問題的影響 好 可是呢不管怎麼樣呢 本週全世界最關注的絕對就是 揮達的財報 甚至在美國有酒吧居然開這個 酒吧直播揮達的這個財報會議啊 我們在以前在只有聽到酒吧會播什麼 播球賽嘛 對 你什麼時候聽過有酒吧開了 其實這個會議是看財報的 而且我給大家看喔 他這個monitor有學問喔 這張照片的右邊是CNBC 左邊是Bloomberg 然後他的兩邊都在即時財報 然後事實上很像台灣的大樂透開箱 對對對 確實這樣子喔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揮達太重要了嘛 整個AI市場你就是龍頭嘛 但是現在大家也關心這件事情 你的龍頭可以做多久 因為大家看到欸 就算你毛利低下來75% 我們台積電毛利50% 大家都覺得很厲害啊 你居然70幾% 那當然人家想要進來搶你的範圍喔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新創公司喔 現在又有一家叫做Celebrus 這一家公司呢欸 他他背後的背景很硬喔 居然那個OPEN AM的老闆 他有去入股喔 那除此之外他還挖腳的IBM啊 Intel啊 甚至這個Wire等等 這些知名科技公司的高層 加入他們公司喔 那他們現在做出來的晶片呢 他就跟你說 我可以比輝達的晶片快20倍 但是我的成本只要五分之一 而且你也不要以為他說說而已 他找台積電五奈米代工 蛤 欸這個就跟你說 人家不是設計圖而已 人家是要量產的喔 而且他已經說了 他沒有說是誰 但是說他已經掌握了幾個有意義的客戶 從輝達那邊跳槽過來的 但是他所謂的有意義 當然指的是比較大咖之名的嘛 但是是誰他當然沒有名獎 所以這家公司呢 10月份準備要IPO了 我想這市場一定很矚目 還不是只有他喔 另外叫Dmatrix的公司 2019年成立的 大馬西入股囉 1.1億美金去投資他 那還有這個叫G-GROCK的這家公司呢 是黑石集團入股 更投資了6.4億美金喔 所以現在大家說呢 我們要打敗800磅的大猩猩 800磅大猩猩當然就指的是揮答 那你要怎麼打敗這個大猩猩嗎 當然就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你要動作更快 第二個就是更靈巧 所以回到剛剛說的這個Celebrate Day這家公司 他就說我的晶片就是速度比你更快嘛 但是我的成本比你更低 這就是所謂的打敗大猩猩的方法 那再回到台灣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國際知名的公司 來台灣投資喔 即便大家都說台灣有地緣政治 難道這些科技廠不知道嗎 比如說AMD更進一步的數據出來了 他們準備投資2.7億美金 在台南跟高雄都設研發中心 那政府會補助他1億美金 另外美光花了74億台幣 把這個友達在台中跟台南的廠都買下來 要做什麼呢 做前段的晶圓測試 好那再回到呢 這英特爾真的是烏肉偏縫連夜雨 我們過去講了很多英特爾的問題喔 現在喔 欸共和黨的議員開始針對英特爾說 你拿了政府快要200億美金 結果你居然給我裁員了1.5萬人 你給我講清楚說 對啊真的就是敗家子嘛 所以你給我講清楚說明白喔 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裁員的還不是只有英特爾 欸蘋果也最近又裁員了100個人喔 不過這個真的大家不用擔心喔 因為他裁的是什麼 電子書的應用程式 大家知道現在誰用電子書啊 這沒有用的部門 當然就裁掉嘛 另外還有什麼新聞服務 蘋果跟人家搞什麼新聞服務嘛 當然這種裁測掉也就算了喔 所以這個都小事情 那我們再看到中國的部分喔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哎呀中國這麼差了 應該要反彈了 野村以前也都是這麼認為 但是他現在終於認錯了 他到去年底都還說中國有機會 中國有機會 但是呢他現在說哎呀 中國真的是不行了 所以他把中國的評價 從原本的真實降為中性 可是大家注意喔 外資的評價通常你要降一級來看 也就是說他說的中性 其實都是在叫你賣啦 那再來就是 房地產的問題越來越多 所以中國現在又想了一個怪招 什麼事情呢 房屋要收養老金 蛤 他說房屋越老呢 就有越多問題呢 所以政府現在先給你收點錢 以後房屋老的時候 政府幫你修 蛤 天底下哪有這種事情 蛤 所以老百姓就跳出來了 欸 我人都沒有養老金了 現在房屋居然還要養老金 所以呢 上海有很多民眾就出來散佈抗議 當然他們如果聚集會被抓嘛 所以我就是邊散佈邊抗議 那江蘇現在已經發現 真的就有官員進門強行檢查 你的房屋現況 然後要訂出課稅標準 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啊 所以很多民眾說 變相就是房屋稅 說穿的就是政府沒有錢的嘛 問一下彭小郎的中國問題越大 各界越擔心台海會有變化 所以美軍特種部隊 事實上也盡可能的協助我們的軍事相關的訓練 這個普丁如何定位烏克蘭入侵庫斯克 他說這是恐怖攻擊恐怖行動 所以普丁以反恐的這樣子來定義他們跟烏克蘭之間的衝突 那麼這給美軍一個很好的一個啟示 原來戰爭可以這樣定義 換言之就說 好那美國現在訓練我們的特戰部隊 為了什麼反恐 你看多麼的結合這個時事對不對 反恐 反毒 海上的這個犯罪行動 好像都跟戰爭沒有關係對不對 那我們的特戰部隊怎麼去幹這種事情呢 說不好聽點 這個就是美國的特戰部隊在訓練我們的特戰部隊 濱海作戰 還有就是說這個作戰時候的這種這個滲透 為什麼呢 因為從這歐山大家也看出來 很少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因為以現在的這種作戰的模式 任何大規模的集結都會遭到團滅的結果 所以未來即便說中共可能要打臺灣的話 他也不可能說大規模像諾曼蒂登幕那樣子 而他會採取小規模 然後小分隊多點的滲透的方式 來逐一的來癱瘓你的一些重要據點 這就被我要特別提醒了 為什麼有人主張說花東要建高速公路 我花東很熟啊 坦白講台九號啊 平常沒有什麼人的時候 沒有什麼車啊 那個比高速公路還適合飆車啊 但是為什麼要建高速公路啊 因為花東建高速公路 它使用率很低 可以適合什麼 空中突襲 各位 花東多難攻啊 但是空中突襲 有一條沒有什麼人使用的高速公路 你就很容易讓它成為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可以突襲的空中突襲的一個便利機場 所以諸如此類 就是老公將來打我們 會怎麼打 就這幾個方式 那我們要怎麼攻 我們也不是按一個旅來對付你 沒有 所以我們也要訓練一些精銳的小隊 它可以很快的運作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的突襲部隊 很多是騎那個夜雨摩托車 對不對 然後用一些的沙灘車啊等等 完全顛覆了過去的一些想像 所以這個就是針對這個作戰模式的改變 然後做一些的改變 所以現在這個美國對我們的這個軍事援助 軍事的訓練 坦白講 就我所知 50年前 中美斷 台美斷交 美國也沒停過 以前是偷偷做 現在是光明正大做 而且登在報紙上 等於是告訴你 我怎麼做 對不對 但是老婆能夠怎麼樣 鼻子摸一摸 說實在 今天台海問題最大的問題 這科技嘛 對不對 你海空軍 你沒有優勢 你現在很吹牛 有什麼用呢 而且我打個唱 我看到烏克蘭這一次大規模的無人機的襲擊成功 我更加確認 台灣就是要盡可能的無人機做好做滿做到保 而且台灣最好 自己可以本地製作 而且台灣的生產製造能力是強的 然後是有自己的晶片的 那如果也有自己的重要的軍工的零組件 可以大規模的做 台灣不只可以自己用 那平常當然沒有軍事的時候 當然是可以外銷可以去賣 對 就台灣事實上是製造業的實力很堅強的 然後你從無人機現在的局勢發展 以及你從國軍 這一回合不是要求比較年輕的小朋友 新的那個兵役制度 那要那個服役從四個月拉到一年嘛 對 老美就盯我們說其實我們的那個軍事的執行率相對低 那我真心覺得將來可能要大量的依賴無人機艦 因為我們要比人我們永遠比不過對岸的十多億 沒錯 不然無人機還有無人艦艇 但是問題你看這個我們新任國防部長上台以後 把中山科學院的做了一些人事調整 為什麼 因為他非常不滿的就在於說 人家無人機打了兩三年了 結果我們無人機的研發相對落後 坦白講這實在是很不可思議的 那麼現在無人機已經成為我們新的會計年度的一個採購的主力 還有就是說未來我們在軍事裝備方面的發展上面 這也是一個重點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推特特館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追蹤收看 謝謝 訂閱 訂閱 按讚 按讚